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一举夺得总冠军 香港小姐总冠军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 她的美当时可以迷倒很多人 一度成为了香港男人的梦中情人 在当天颁奖典礼节之后 同样对着她有爱慕之心的霍振廷 就立马上前去送了花篮 在后台出来以后 霍振廷又邀请她去了咖啡馆 两人相谈甚酒 随后两人变相识 出家本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当时母亲怕别人说他们家高攀豪门 开始怕自己的女儿受伤害 但是霍振廷一再表决心 说自己是真的爱猪灵灵 后来两人相恋 九个月后就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从灰姑娘转身就变成豪门媳妇 婚后没多久就生下了霍启刚 但是这段感情 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能陪伴彼此共度余生 2005年九月 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各奔东西 结束了这长达27年的婚姻 就在离婚三年后 在别人觉得她离开霍家豪门是个错误的时候 她再次华丽地翻身嫁给了苦恋八年的罗康瑞 罗康瑞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父亲是罗英时 家中的兄弟姐妹也是非常的多 六个儿子 三个女儿 相比起其他的富豪 罗家其实是比较低调的 这和父亲罗英时有着很大的关系 罗英时从小就跟随自己的父亲 出去从商二入目染 自然地学到了不少商界中的二语我诈 后来向父亲借了一万块钱以后 自己创建了自己的产业 而且还非常的成功 因为罗英时的成功 也就造就了自己的儿子们 也非常的优秀 罗英时与杜丽君育有六子三女 其中的罗家瑞 罗旭瑞 罗康瑞 都是香港地产界的大亨 一个富豪家族中能同时出现三个地产大亨 这是非常罕见的 其中现年69岁的罗康瑞最有成就 在2019年香港福布斯富豪榜胜 他以22.5亿美元的身家排在第25位 在罗英时驱使之前 有600亿的资产都交给了信托机构 并且还特意交代 没有老二的那一份 所以自然而然这份遗产的受益人 就是他的妻子和其他的五个儿子 但是就在分遗产的时候 一向疼爱老二的母亲 就想重新分配一下这笔遗产 这一个决定 让本来就可以安稳的家庭 一下又不安稳了 在利益面前 这一家人显得冷漠 又不是太无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决定出来后 瞬间就出现了分歧 2016年底 罗英时的遗孀杜丽君 突然提出上诉要求撤换家族信托委托人 同时指出在1984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与罗英时成立信托 其中声明指出 任何一方先去世 另一方将全权拥有 也就是说 整个家族的华氏人 在目前则是应该由罗老太担任 而当时成立这个信托的目的 就是要保证其家族对英君的控制权 而罗老太会在2016年提起诉讼 是因为他发现儿子罗家瑞2016年不断持有英君股票 威胁到股东地位 想安排自己的儿子加入上位 与此同时 罗老太从2016年开始 多次要求信托人汇丰 为自己增持英君股票 对方却无所跟进 故此罗老太开始提起上诉 豪门家族的真产从来都不会那么简单 何况是罗英时家族 毕竟子女众多 众口难调不说 亲人之间的感情破裂也是必然 事实上 由罗老太提出上诉真产之后 罗英时家族的关系就已经 事成水火了 2017年5月 随着一直在英君集团任要职的 罗启瑞被提出董事局 整个家族撕裂的序幕就正式拉开 童年的母亲节前 罗老太在儿子罗旭瑞的协助下 搬领了罗家大宅 住进了富豪旗下的酒店 而在母亲节当日 三子罗家瑞与五子罗英瑞 试图到酒店带走罗老太 却被酒店保安拦截 而在当晚 罗老太则是在酒店与 长子罗孔瑞 二子罗旭瑞 幼子罗启瑞 三女 罗慧琪 幼女 罗洪族共聚饭局 整个家族已经分邦结派 然而这个决恋又并非最终的阵型 之后 罗老太多次召开媒体见面会 大叔汇丰姓托 三子罗家瑞的不是 声称他不孝 对此罗家瑞以及罗康瑞 又对此进行了反击 致罗老太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与所有去诉讼 更公开表示 当时罗老太已经就是七岁高领 不应该再卷入官司之中 之后一年 也就是2018年那一年 原本站在罗老太这一方的长子 罗孔瑞 三女罗慧琪 转头到了三子罗家瑞的阵营中 故此 罗英时家族正式分裂成两派 以次子罗旭瑞 幼子罗启瑞 次女罗洪族 罗老太为一个阵营 对抗三子罗家瑞的阵营 开始展开了在法庭上的 真产的对峙面 2019年5月底 法院判决罗老太败诉 一直协助罗老太打官司的 幼子罗启瑞 则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尽力而为 更担心 已经百岁的罗老太的心情 直言 罗老太一夜之间 失去了毕生积累的财富的掌控权 内心非常的难受 如果全部子女都能支持罗老太 根本不用对驳公堂 更希望其他兄弟姐妹能回心转意 不要让老人家难受 不过在罗启瑞公开声明了这番话之后 罗老太其他子女并未对此回应 而在罗老太败诉将近一个月后 他又卷土重来 提出上诉 看来英军真产 短期内难以翻篇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罗家瑞才是英军集团的 世纪掌权人 而至于罗老太 为什么会在97岁高龄的时候 还要卷入官司之中 这其中到底是不是受到其他人的怂恿 这个就不清楚了 有消息指出 罗老太就是不想罗家瑞一人 做大英军集团 不管是什么原因 更想说的是 罗老太真的是非常能大 已经100岁高龄 行动是不便 但是身体依然硬朗 只是也令人唏嘘 本该是好好安享晚年的年纪 却还要折腾家族征产 有钱人的烦恼 一般人真的是难以理解 这一笔遗产争夺战可是让外界人吃了口大瓜 但最终还是没得出什么结论 的确是比赌王家还要精彩 十个指头有长短 所谓能者多劳 不劳而获的 想分一杯羹 要均摊家产 多劳的控股多 控股少的心理不平衡 认为老太的家产 老太还活着就应该分一杯羹 那多劳的肯定不干了 豪门的家事很多的时候都是剪不断 利益还乱 朱玲玲嫁给罗康瑞这场华丽的翻身仗 也是一直让人拍手叫好 甩掉货振庭后 转身嫁给上百亿身家的罗康瑞 本来就是上百亿身家 还能分到父亲的巨额遗产 而那场利益之间的战争 其实更多的是看到了亲情之间的冷漠 无情 在钱和利益面前 亲情根本不值一提 不仅是这种类似的豪门 就连普通的家庭也会在老人去世后 就会因为家产让本来好好的一家人之间存有裂痕 其实更多的还是觉得普通家庭的温馨 比豪门的利益更幸福一些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八千亿万元钱公司和家产 有几个儿子肯定会争钱的 谁能真的不要钱呢 豪门的确是个深思海的东西 不是说进去以后就都是荣华富贵 进去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心机算尽 比起豪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其实回过头看看自己的普通家庭 尽管不是那么的有钱 但是足够幸福 是不是就知足了 所以没有必要总是想着高攀豪门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奥运冠军郭晶晶一样 进入豪门还依旧一直备受家里人的尊重 珍惜眼下自己的幸福生活 比什么都要强得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吐槽留言 看完记得点赞哦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罪一记 敬请关注哦